看一下火山長什麼樣子 喔 欸 那邊欸 欸 這是動物的主機嗎 小龍哥 你眼睛真立欸 你的胖胖女友 已到 已送達 已送達喔 請先收 不要 哇 有沒有漂亮 你看這碎冰真的是 方方快快的 好可愛喔 很療癒 這誰做得太可愛了吧 台灣乳味的味道嗎 它的濃度跟鹹度 其實都差不多不亞於乳味的當地 也擔心醬姐拿來做朋友 好冷喔 現在零下兩度而已 你們都不冷嗎 我冷爆了耶 唉唷 有一點點 唉唷 有耶 我就是有那種甩尾的可怕感 好了 我可以離開了嗎 我們今天到了第四天 對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洞野湖 然後我們一早就睡過頭了 其實沒有辦法 真的是像自己讀預期 每天都兩點睡 然後五點起床 好 那我們趕快出發了 就一早就戒兵了 呵呵 右邊的山脈好大 哇 好像它有被刺傷 而且這邊真的比我想像超漂亮 你說北海道喔 在開車的過程中 會比我想像超漂亮的 而且我覺得跟坐巴士完全不一樣 想走不睡就走不睡 巴士就一群全車的人在等你了 第一次看到風車 對啊 我也是 第一次在北海道看到風車 哇 好漂亮喔 兩車都是白茫茫的裡面的 這幕超美的 我的老天啊 翔哥現在開得比較慢 因為這邊白白的不知道是不是冰海什麼 所以慢慢看 牛牛欸 日本和牛 欸欸欸 欸 它是那種毛很厚的牛欸 喔嗨喲 我們現在又來買早餐了 是 梅製飯餐 大家覺得我們可能這幾天 我們都一直在 cycle 超市穿梭 可是我發現它真的是在地最豐富的 這個鮭泰子超級腿 超好吃 今天翔哥要試日本的傳統梅製飯糰 然後我試鮭魚桃 我們可以交換試 我們現在來到洞爺湖了 右邊這個就是洞爺湖 哇 前面那個也太美了吧 那個山 那邊就是有珠山 等一下 那邊其實要上去是可以大籃子上去的 有珠山好像是個火火山 修阿克巴 修阿克巴 我們現在來到洞爺湖這邊 這是 北海道版的日月潭 喔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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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有名的一個景點 來啦 吃早餐 對 現在冬天真的滿冷的 外面都是零度左右 怎麼爆欸 它不是我喜歡的鮭魚 台灣的鮭魚比較偏那種灰色的 它們是那種 不是 那是鮪魚 對 我不一樣 它其實比較小 所以比較不會那麼乾 但是不得不說 它的鮭魚是熟的還是偏乾 其實我因為有上網查過 這邊附近有個免費的地方 它是個小小的至高點 它可以去看這個洞爺湖 結果它這樣給我沒開 你知道嗎 超傻眼的 冬季峰路 我們已經貢固了大概五六四 那梅子會不會裡面就是一顆酸梅而已 變成一顆酸梅臭的 有可能 而且它還沒比較便宜耶 有點奇妙 可以沒 可以嗎 所以它真的裡面就一顆梅子喔 就這樣啊 它就梅子 就這樣可以 我的天啊 但是重點它的梅子還滿開胃的 你吃吃看 我們回去去車上覺得好冷 我也覺得好冷對不對 好冷了 我回去車上吃了 面對現實 好冷喔 冷都會發抖 它梅子是那種梅子泥 它應該是梅肉啦 不過我覺得這裡也滿好吃的 吃就滿好吃的 我今天買了這個早上 翔哥買了什麼 本來不是買葡萄汁 它的葡萄滿香的 但是有點太甜 然後我這是炭燒的咖啡 我覺得好好喝喔 它炭燒很香 我今天買它這邊北海道還有炭燒 這個我推薦 好冷喔 現在零下兩度而已 對 今天大陰天 太可惜了 究極大陰天 你看這邊超好 真的耶 老實講 我覺得這一側的view真的很好 因為它很開闊 欸 那是Sakura耶 菱花嗎 不是耶 但它是紅色的果子耶 太酷了 那個是不是鴨子啊 我是看那個在水面上 欸欸欸 應該是 那鴨子對不對 你們都不冷嗎 我冷爆了耶 為什麼這麼冷還要出來啊 肚子餓喔 好 那東野湖它其實整個就這樣做大湖 我覺得這靠一圈 我覺得大概有點像日月才靠一圈的感覺啦 可能應該要一個小時以上 我們在這邊有沒有 然後這邊就是叫有珠山 它好像是個火山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條這個東西 這是單車 對對對 這是過去要1200日元吧 晚點也就會去那邊看看好了 那我們再去走吧 我們現在到了所謂洞野湖的市區 然後翔哥就馬上往小巷去開 月後屋 欸 這是我們一起嗎 我們一起 這邊好像有個啊 這邊沒有開 它晚上會有個燈 喔 我知道 我知道 它五點 下午五點才開始 翔哥剛剛說要帶我去很奇怪的地方 我還記得你有八字地方 好啊 所以你還要去搭纜車嗎 因為現在有人起雾 嗯 起雾我就不想上去 那我也是 我不想上去的 它雾好厚啊 他們其實這邊就是等於說 就跟我們走去的 谷關溫泉啊 谷關溫泉拔木 你幹嘛自己笑嘗 有溫泉 然後很多溫泉飯店 左右兩邊會有很多吃的店 或者是一些旅館有沒有 或者是一些伴手店 那這等於是 日月潭版的谷關溫泉 欸 你這個那個一去精華好讚喔 這現在所有的東西都比你滿滑的 要徐行對不對 真的要徐行 油骨底油骨底 你看這個完全沒有任何黑色的地方 它已經到全白的 全白的雪地 要在狗風路喔 是這條喔 嗯 這麼神奇 對我們這邊這邊會好 憲哥剛剛打滑的 啊 我們來雪地一地開車 啊 這這樣到底有沒有開進去 車輛靜止進入 那我們提在這邊喔 好啊 這裡的雪真的超深的 可見這裡真的咬無人煙呢 好啦 我們現在來這個地方 它其實因為之前好像有火山 導致它好像有些地方被摧毀 它的道路後面有點凹凸凹凸 可是現在下雪也有可能看不出來 而且我們剛剛看它前面道路崩就不進去了 就是塑造了一個新的 不太是我們常見的那種樣貌 而且我們剛剛發覺 那湖面都已經變冰了 有一個那個涼亭 它已經陷在裡面了 我就想說這是因為地震嗎 沒有那個那個我看 公公妹它應該是個湖 那落下去還得了 喔這踩下去可能會直接往生在那邊喔 對囉 太硬了吧 對啊太硬了吧 動動動我以為它會破掉欸 對啊 我第一次看到湖面整個結洞欸 有真的會滑啦 真的假的啦 看不出來 你先上車幫你上車 那我們現在實測看看雪地中 雪地都在打滑的感覺 唉唷有一點點 唉唷有欸 哇 就是有那種甩穩的可怕感 好了我可以離開了嗎 不想再做這種恐怖的嘗試 可是有些時候翔哥會在他有把握的範圍下做一些 就是會有可能發生狀況的手指 避免我們如果發生什麼特殊狀況的時候 他會來不及看 所以有些時候我好像也沒有什麼理由攔它 但你們要把人家東西撞爆你知道嗎 這你有把握嗎這個 那可以吧 有點緊張 我們是蠻豬四輪傳動的就是車手用的 哇欸這邊視野不錯欸 欸你小心你嚇死我了 我們前面看一下風景 好喔 欸這邊都起霧了欸 這裡視野超讚的 真的超棒的欸 但是大家都起霧 我們下去看一下 好油 下去休息一下 哇 這是他們的城市欸 其實這邊視野很好欸 這裡視野超級讚的 但是今天起霧又下雪有點可惜 像是雪這樣子飄成這樣子 雪太大了 可是我覺得也是別有一番風味 下面就是我們趕快去的 我們說那個很像他們的溫泉區那邊 很多飯店有沒有 對然後這邊再上去好像有火山口 我們等一下再上去看看 其實我這次租車啊 我有特別考慮到過這種情況 所以我那時候 我有特別上網查一下 在雪地中是不是四輪驅動比較有用 所以說其實我 我有特別多加了一萬塊 去租四輪驅動的車子 所以你本來就有備而來 對然後加上雪台 這難得太狠 然後當然就是要慢慢開 因為其實黑冰 他那時候有給我一個單子 他意思是說正常 煞車假設一公尺的話 你假設捷律的話 可能要十公尺 我有些時候當我覺得說 這邊有可能會滑車 我會看一下後面有沒有車 沒有車我會稍微煞一下 看後面有點失控之類的 對 那我們剛才上去了 哇哇 好緊張喔 喔 它沒有CCTV的 可是沒有啊 它上面好多啊 那我們就繼續往上看吧 哇 這很陡喔 這你有保護嗎 對 應該可以嗎 喔 所以到火山口有到了嗎 是嗎 好像到Ending了 結果已經到Ending了 怕爆 所以這邊是個火山口 看一下火山長什麼樣子 喔 欸 那邊欸 它只是火山口結冰而已 所以就是火山口 我想知道它下面那個是水結成冰嗎 我覺得應該是水欸 因為太冷了 所以它可能 接著冰了是不是 然後它也沒有噴發什麼的 它又是一個凹槽 所以它本來就是會積一些雨水 我在猜 火山口有一條一條線喔 這是什麼東西 欸 這是動物的足跡嗎 欸 這是動物的足跡嗎 翔哥 你眼睛真立欸 感覺不像是熊 感覺是鹿 我覺得那個再怎樣還是算小 感覺鹿喔 感覺鹿喔 它的間隙很大 我覺得它這個樹長得滿分散的 所以如果它們路能在這裡 壁咚 然後還能夠生存 蠻厲害的 萬歲 這邊真的酷喔 我覺得我很推薦這邊可以來看看 我也覺得這裡真的很酷 這其實不是我們常常 我們是意外看到的 我們覺得這邊很值得穿滿原意 所以你可以從這角度我看到豆野湖 然後你假設我往這邊走呢 這邊就是火山口 非常值得 超棒 但是它停車費很貴啊 停車費一台車一千小叫 沒關係啊 我覺得值得啊 你都已經來日本了 你去逢甲或酒費 有些地方停車費跟這邊差不多啦 這裡 它有寫就是付費 一台小車是一千 然後搭車是五千 當沒有人在的時候 我們就是自發性的自己投資 我還蠻shock的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去的這邊啊 金比羅火山口長大台 好冷門喔 4.34個評價而已 對啊 為什麼大家給它評價那麼低啊 而且它評價好少喔 可能是對於這邊的人來說 太簡單了 太normal 但是對於我們能看到火山口 到底有多麼的震撼 我是很震撼的啦 然後下坡呢 其實我們這下坡蠻陡的 然後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可能是維持它三四十 然後我用雪山的話 我是可以控制得掉的 下三了就直接來附近 隨便找一家拉丁來吃 翔哥甜的是不是一瘦口味的 柔一點的是它的黑醬口 這是我們這趟第一次吃拉麵的 對 我們的第一間拉麵店就在這裡 登登 好 要開動吧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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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 好 這不像台灣滷味的味道嗎 它那個濃度跟鹹度 其實都差不多不亞於滷味的湯底耶 但它們現在直接拿來做湯用 那我來吃Viso了 欸欸欸 你喝這個 好酷喔 其實它還蠻香的耶 就是可是我覺得不是特別強的味噌 它是蠻順口的 跟平常喝的味噌湯不太一樣 大家都吃得好大聲 麵超級Q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麵偏硬耶 這就是拉麵的正統模樣 我覺得可能這邊還是比較多外國客 所以他們終於願意 會跟我們講個Thank you之類的 對對對 不然他們滿害羞的 不過老實講 拉麵我還是覺得有點偏鹹 我覺得太鹹了 但是我剛剛要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要有心理準備 結果我發現日本的分量真的都滿多 一碗的分量大概等於1.5到2 所以我覺得他們也許是一餐 可能午餐或晚餐吃一個正餐 其他就吃小點 那女生這樣吃的話 然後翔課餐餐都要給我吃正餐 我真的是我的胃 太爽了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拉車去 往韓館的方向走了 出發 走 高速工作風景都好漂亮 真的美到有點不太真實 很像在玩VR 看右邊有點椰樹風的感覺 這邊真的很酷 其實真的 我剛才高速工作 我就故意讓人家超越我後 我就跟他的車 爽嗎 爽嗎 那你要說日文超爽的 超爽的 超爽的 很曬 很曬 真的很曬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你來北海道這 就算不是北海道 只要你是玩雪 真的你的防曬要做好 帽子也可以戴下來 漁夫帽也沒問題 因為它就是會讓你覺得很冷 然後在台灣大家只要覺得冷 好像就不太會曬樣 可是我發現我跟翔哥這幾天 其實有陸續遇到陰天 我們根本沒什麼曬太 然後我們的鼻子已經黑掉了 紅掉了 防曬真的要做好 然後太陽眼鏡也要打 因為雪反空真的厲害 好陪的雪好像很穩 右邊其實是有戶櫃 真的很大 哇 好漂亮喔 這裡 這邊是有人在過位子寫說 日文西文三大集 怎麼要都要 我右邊已經結凍了 是說這個山也太美了吧 大家看到那群小胖鴨了沒 還躲在冰旁邊我不懂為什麼 靠近冰不是更冷嗎 而且你們看這湖面真的很奇妙喔 湖結冰結冰結冰 我覺得那個很薄的冰 那不能下去 我知道啊所以你過來啊 我沒有要下去 它好硬喔 如果想說還硬一點 對啊 拉拉拉 這邊湖都結冰了 而且現在的太陽時間好漂亮 因為現在算是日本的黃昏時間 日本的 早了一個小時 所以跑很快喔 你的胖胖女友已到宜宋達 宇宋達喔 請先收 不要 不要個屁 你笑那麼開心 怎麼辦 我這番努力 在寒風之下獲得派遣兩下 我要衝向那座山 咻咻咻咻咻 啊 好啊 我的鞋子都進學 這邊雪很深很可愛 很鬆軟的感覺 你都說別人可愛 真的盡量雪天 cos 不要穿短頭 對啊 我有點後悔 喔 你知道這邊還有什麼嗎 不知道 什麼叫大澡國家公園 這邊就是我看到有人 這瓶chief滿好的 然後有人說它是日本系山景 真的滿漂亮的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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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這誰做的太可愛了吧 我們去那個鮮的風的什麼 這後面的岔路也很漂亮 他們這邊附近有個很重要的點 應該是這個鮮的風的那個吧 喔 我有看到這個 名曲代身之地 對啊 應該看到 欸 好多鴨鴨喔 到底是哪來的鴨鴨的模型 這個是夾具夾的 我以為這是寶冰 啊咧 為什麼 輕輕吊而已 要走去奇怪的地方嗎 這邊可以看到他們很明顯的碎冰的地形 這個時光真的好美喔 這個時間點 欸 旁邊還有一個小橋 好可愛喔 它那個應該是 我覺得是停船的 欸 現在那個就是碎冰吧 哇 有沒有那麼漂亮 你看那碎冰真的是 風風快快的 好可愛喔 很療癒 莫名療癒 真希望人有看到魚就這樣 咚咚咚咚咚咚 map 書 today 咚咚咚 饒 這裡特別白 很可愛 欸 你跟我一起這樣子 那這個 那是帳篷嗎 啊他應該是可以釣魚的 然後它是一公斤數算耶 一公斤才1000塊 不要 你釣魚就要錢啦 而且再加上你釣起來也要錢 喔 然後再秤重 可是滿便宜的啊 兩小時耶 其實我一直很想冰釣 我一直很想在我們捷冰的湖邊上 挖一個洞才會在那邊釣魚的感覺 欸欸欸 你看 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那種路線 仔細看到好像是鴨子的埔耶 有鴨子在那邊走路喔 對啊 你看到你是腳印 對 好可愛喔 昨天上面這麼多的雪 好厚一球喔 我要把它捧起來 黏住了喔 喔 它黏住了 好大喔 嚇 欸 它是真的是那種可以下雪雨的耶 這邊旁邊是火車田園軌道 好想要跟火車一起喔 我真希望這時候有個火車要開過去 那最好是火車去過去的時候 我還可以把雪球撞開這樣 哈哈哈哈 還帥 你真的很好笑耶 你好屁喔 我們要去韓館 今天就住韓館 沒錯 肉依也滿厲害的 它竟然一早就幫我找一個這麼浮誇的早餐 等於說你光自己想玩就要 超怪的 我吃什麼啊 媽媽 這滿好玩的 有點像吃魚甘油 保護眼睛 鞏固牙齒 骨骼強壯 哇 這方向好大隻喔 所以它這個是 就是3公斤 3公斤